都说一段成功的婚姻需要两个人同时去维持 不管一方多么付出 而另一方没有回报 那么这段爱情也不会走得很久 要想留住男人的心 首先要学会留住男人的胃 不是说每个女人都要在自己男人的面前表现出下贱的感觉 而是用心真正的去爱着她 虽然起初你的男人会觉得 眼前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她去关爱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坚持在做同一件事情 总有一天她会被你所做的一切而感动 这个时候才会真正明白 原来你就是她想要的那个女人 我们每个女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依靠男人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男人在没钱的时候会对你忠心耿耿 一旦他们在自己有所成就的时候都会变坏 然而很多女人却还傻傻地爱着她 男人都是一种多变性的动物 他们总会因为外界的原因而去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从而做出了一些出轨的行为 其实维持一段成功的婚姻很简单 只要你每天对你的丈夫续寒问暖就可以了 不要总是在她工作很辛苦的情况下 当她回到家你还对她无理取闹 总是让她按照你的意愿去走 一事两次可以 但是如果时间长了 你的男人不管多么的爱你 他都会因为这一点去离开你 因为她每天工作很辛苦 回到家就想寻求一份温暖的感觉 你却在她的耳边一直唠叨不停 只会让她离你越来越远 从而使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她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出去找小三小四 如果想要留住一个男人 让他永远都待在你的身边 首先我们女人就要学会懂得包容 关爱呵护 其实男人和女人也是一样的 他们也需要一个人真正的去关心她 照顾她 每天对她嘘寒问暖 而不是想要一个女人整天像字母老虎似的 只会在自己耳边抱怨 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感受 从而也不检讨 自己的行为总是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把责任推卸到别人的身上 我想如果是这种女人的话 不管男人的脾气再怎么好 总有一天你都会触碰到她的底线 从而使她爆发出来 所以我们女人一定要学会去看待对方 用平等的心态去拆透对方的心理 如果你不去仔细观察你的另一半 那么总有一天她会在外面寻找一份安全感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男人起初都很爱自己的老婆 但时间长了 她就会厌烦这一段婚姻 她会觉得这是一段失败的婚姻 然而就会去到一些娱乐场所 去和外面那些水性洋花的女人发生感情 从而也疏忽了你 使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性都变得很冷淡 这个时候我们女人就应该想一想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男人都需要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 当他们下班回来 也为她做一份香喷喷的早餐或者是晚餐 她都会觉得生活不管再苦再累 在工作上遇到多大的困难 回到家 还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在等着她 此时她的心里会感到很开心 就不会因为工作上的压力 而使自己的情绪变得很低落 一个女人要想真正留住一个所爱你的男人 你就要学会宽容大度 不管你男人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 你没有亲口从他嘴中听出来 都不要因为外界的一些眼光而去无理取闹 就算这个男人没有做错这件事情 你却因为外人的嘴巴而去误导了你的男人 那么他只会和你提出离婚 使你丢失了这份感情 两个人在一起需要彼此信任 包容 关怀 谅解 一个女人如果做到这几点 那么你的男人 他始终都不会去离开你 就算有一天 他做出了一些违背道德良性的事情 他也会慢慢地理解到 其实家中那个女人 才是一心对着她的女人 所以女人一定要学会知书达理 不要整天把自己弄得像一个疯婆子似的 这样你的男人根本就不会去理睬你